What is it best like inside a daily planet? Malbert, that's most notorious, Bravo 对于某些人而言,这里全然是个谜 但对于某些人而言,这里是他们寻昏作乐的地方 藏在墨尔本东南方埃尔斯特尼克某条马路法威建筑后面的 正是墨尔本最生命狼藉的寄院 Daily Planet 这里有18个房间,有些房间配备温泉浴 有些房间有着镜子墙 他们号称能够满足你内心最深处的欲望 但这个生命狼藉信物的未来却不确定 他已经破产且将通过拍卖被出手 Daily Planet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妓院之一 他曾因安闯着暗门而被起诉 2009年,一次突击检查 发现在这间妓院的隔壁 放着可供20名性工作者休息的床 该妓院的一面墙壁被打穿 一道暗门连接着两栋建筑 后来妓院里某位性工作者 因窃取客人价值150万美元的手表 并藏在床垫下而被起诉 该妓院隶属 Planet Platinum名下 由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的已是黑帮老大 Robert Trimble的儿子 张Trimble长管 但后来由于涉事太多 Trimble先生将他姓氏里的欧去掉 Daily Planet专卫精英阶层准备 来这里找乐子的男人召集的消费 是一小时280美元 一位匿名的性工作者表示 他在工作日一天要接待三名客人 周末一天要接待十位客人 天气对客流量也有影响 这位性工作者表示 只有50%的客人会想要新服务 其他来寄院的客人则仅仅只想要抱抱而已 不过这也令人筋疲力竭 他说童真只是异想而已 他永远不知道当人们说 他们是第一次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说真话 通常客人是在18岁生日的时候 被带来这里 这位性工作者称 比起生活幻想或者色情片 大部分男人对女的体验更感兴趣 他说 很多拥抱和喜爱 让人感觉你就像在和邻家 女孩拥抱一样 我会像朋友或者爱人那样 对待每个客人 对于大部分客人而言 人的部分比性更重要 他还表示他很爱自己的常客 也常常会让他们给他买 类似设计师品牌鞋子等昂贵的礼物 他说 粗鲁的家伙总是紧张 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说些什么 我的客人一般都不会太粗鲁 这位性工作者表示 他很喜欢性行业 他说 这是一份很令人满意 轻松且高薪的工作 我有双学位 也曾在我研究的领域工作 但我还是喜欢性工作 和其他工作一样 你不能让客人不满意 不过性行业的美妙之处 在于如果你没有感觉 那么你可以休假并在家里待几天 我总会做到百分之一百亿 客人召集的时候就想要好的体验 毕竟他们付了很多钱 将客人当人而非钱包卡 这一点很重要